白衣、白裙、白羊伞、白珠宝、白气球 身穿一身白与2000名交客精心打扮 宛如参加变装走秀的model 大伙还点起蜡烛跟亲朋好友一块野餐 虚虚微风下户外品酒、谈心 气氛相当舒适、惬意 这是发展于30年全球近90个城市 响应举办的白色野餐 由于疫情停办一年 举办单位宣布将在今年的11月12号 重放回归台北 2018我们点亮了台北101最大的仙女棒 那今年我们想要结合这个秘密的景点 它有一些不同的设计 那我们也邀请到光影的团队 帮我们做一些光影的一些设计跟表演 所以今年的点灯模式会搭配这个光影去做点灯 前年台湾的白色野餐 创下全球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记录 今年活动将以无痕美学为主轴 希望透过环保跟数位创新概念 为世人带来正向影响力 就是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也 我们在无形之中破坏了地球 所以我们今年的主轴放在无痕美学 是希望大家共同来爱护地球 在离场前把你身边所有垃圾给带走 那所以我们今年呢也特别制作 赠送给大家一些餐具 然后希望可以用餐具来响应 然后唤起大家提醒大家 一起来共同做永续环保这件事情 根据法国授权单位规定 不到活动正式开始前 地点绝对保密到家 主办单位预告 今年绝对会给参加者大惊喜 透过浪漫野餐 在悠闲的时光当中 跟亲友共创美丽回忆 记者 郭参永 台北采访报导 柔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